在过年前爆发了这个瘦肉精风暴 而且还中央地方不同调 那么主要的这个是因为上个月15号 台中市政府抽验台糖的猪肉产品 结果呢验出了这个是不得验出的瘦肉精 西布特罗0.002ppm 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中央 这边他们的检验 检验的结果是通通零减出 那怎么办呢 要再验啊 今天要复验嘛 可是来自这个立委杨琼英的爆料 他说呢这个 卫福部要求台中市府交出了检体来复验 却拒绝台中市府人员前往共同检测 卫福长薛瑞源在今天说 石耀署派人下台中 是因为担心中间有人为因素影响到结果 不过台中市卫生局的人要过来 并没有潜力 石耀署一定是透明的 好那反正感觉起来就是婉拒了 今天复验啊 那石耀署说我们来 好那你们不用台中市政府不用 但是我们看到了卢妈台中市长 卢秀燕首度针对这件事情讲话了 因为王毕胜呢前两天就说台中市府在干嘛 为什么要急着公布售诱金的检验结果 卢秀燕回呛 这种说法瞠目结舌耶 难道要等吃完吗 好来听听市长怎么说 石安检验是科学专业问题 证据到哪里就公布到哪里 有人责问 为何台中市府得到检验结果之后 要公布这么快 不让厂商申负后再公布 我认为这样只重视厂商权益 而不考虑人民权益 这样的指责让我瞠目结舌 难道要牺牲人民健康 让民众继续吃完问题肉品吗 等厂商慢慢申负再公布吗 到底是厂商利益重要 还是人民重要 到底是厂商重要还是人民重要 一言以蔽之 讲完了不是吗 对基本上呢 我们看到这个王毕胜提出五大荒谬 你才最荒谬 就是啊 就你最荒谬 不是台中市政府 他验出他验了22 总共验了22次 然后他验出有6次 是有这个希伯特罗 这样子的一个瘦肉精存在 那可是王毕胜 你去看他的回法是什么 他说不太可能啊 可能性很低 因为如果有验出来 也是其他的瘦肉精 比如说莱克多巴胺 比较便宜 比较容易取得的 希伯特罗比较可能性比较低 现在不是谈逻辑的问题 不是谈可不可能性的问题 今天台中市政府 就是验出来了 所以你今天在跟我讲 可不可能逻辑的推演 哪一种可能性高 可能性低 这完全没有说服力 而且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攻击 他另外一项他还讲说 这个0.002ppm 这已经是这个基台的极限了 因为0.001就已经基台极限 这根本就是可能性极低 又来了 你又是逻辑的检证 这跟所有的逻辑检证完全无关 因为这是科学的检测 台中市政府 你站在这个父母官的角色 或是站在一个市政府的角色 他难道验出了这六项要隐藏吗 隐藏了有一天如果爆发的 民众吃下肚了 那谁要负责 台中市政府要负责 卢秀燕会受到非常大的政治的 这种怎么能隐匿啊 怎么能盖牌 搞什么不可能 如果盖牌如果隐匿一出事 炸掉的是谁 当然是台中市 而今天台中市也不是担心自己炸掉 他就是按照规则 然后呢发现检验有希伯特罗 就把他往上通报 同时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有知的权利 知道我们验出了这些 这些这个瘦肉精 而为什么对外公布重要 因为你看到他公布之后 让北北基陶预防性下架 因为你预防性下架就说 今天如果没有验出 就是后来复检没有 那当然很好啊 那可是如果有咧 民众吃下去 那个赖教授 这个台大农产的 这个相关的赖教授 他是说这是比莱克多巴胺 可以好几千倍 一千倍的这样的毒 那心计 那影响到整个的心肺功能 说真的 这对人民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且过年来了 大家吃围炉吃火锅 总是有一些猪肉片吧 那大家会去买什么猪肉片 说真的过去很大宗 就是国营失业台糖的猪肉片 大家CAS检验出来 大家很觉得说很自然 然后去买 那可是CAS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是从饲料 肉体跟屠宰这三面 你都跟民众讲说 我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就出问题了 现在就验出希布特罗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台中市政府到现在为止 你告诉我 那哪一天有问题啦 黄米尔都是你黄必胜啦 你甚至 能将台中市的检验团队 要去跟这个中央一起看一下 到底在检验有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实验室出问题啊 那大家一起讨论嘛 大家一起检验 你为什么害怕台中市的团队进去 还是 为什么 你 在遮掩什么 你口口声声声讲说 你台中市政府 你就不要公布嘛 那你自己是想要遮掩什么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都很奇怪 就是中央要保护我们实案的这些人 他遮遮掩掩 而且他不敢公开 而且他全部都在做政治的攻击 然后台中市政府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科学的检验 你告诉我哪一句话 台中市政府有脱离科学讲话 没有啊 那你当然可以说到最后有可能是 你的实验室受到影响嘛 可是现在的状况就是 还没有办法确认是检体受染 还是实验室受染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现在台中市的说法 在年前 大家开始吃猪肉 算猪肉片 甚至有些人就是 算一下就要吃那一点的 那就是保护人民的食安 好对 食安才是重点 可是你会发现 卫福部感觉 这一波一波的操作 没有人在管食安 全部都在弄政治 包括了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就是复验啊 好啊 但是为什么要婉拒 这个台中市府派员呢 中央食药署派了三名长官 紧盯着中市卫生局检验 为什么食药署拒绝台中派员 这个部分其实卫生局说 他们也并不了解 另外一方面呢 来看到卫福部次长王碧胜 这个提出了这个五大点 他来反击 其中呢 包括了 他说 其实目前台中市府 食安处那一包肉 有验出 只有这一包有验出 这时候是否赶紧要审视 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是不是有被污染 那么另外呢 还有 他说这个也是实验室的不稳定性 台中市政府有没有选出 部分的数值来公布 以及 西伯特罗 不亦取得 价格昂贵 如果说拿来参入饲料养猪 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 可能性极低 第四点 他说这一次受影响的是台糖 台糖从事养猪业70年 受到民众肯定 加大业大 不可能砸自家招牌 第五 进口猪肉还是百分百逐批检验 没有验出任何瘦肉精 含西伯特罗 说台糖猪肉混进口肉 更是无稽之谈 好 我想佩君来了 我就先请教佩君好了 也就是为什么 这一波我们看到 我们其实只是要有一个真相 说那为什么会验出 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过去来讲 要标榜一切 零减出的也是你们 那么现在呢 就是有减出了 你又开始在怀疑 我是不是减体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了 好 那要复验的时候 又不让我们的人参与 这整个过程我都觉得说 你是不是一波一波 只想搞政治 都在政治操作啊 所以执政党中央搞错方向 搞错这种点 急的不是卢秀燕 急的是台中市民 卢秀燕不是替自己急 他是替台中市民急 所以知道结果 当然要赶快讲 台中市府验出 这个台糖肉品残留 瘦肉精这件事情 现在看起来真相如何 还在发展当中 但民进党政府 已经被这一下 吓成惊弓之鸟 这是一个民生议题 但是他把它搞成 对卢秀燕市长 还有国民党的政治工坊 说得在我们过去 对台糖这两个字 这个金字招牌信任度很高 因为他是国营事业 所以理论上 他在价格上的竞争力不足 那管理上他是国营事业 比较不会有什么 恶意违法的动机 所以台糖的猪肉验出 而且是从国军的福利品 福利战里面的肉品验出 这是工部门的重大危机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台糖还没有把这些 还没有卖出肉品下架 但是食药署还有农业部 一方面也没有办法厘清 他没办法告诉民众说 这到底是养殖出了问题 还是说是屠宰包装时候的污染 那另外一方面 其他政府也还没有相对检验出来 所以平心来讲 你可以放心说 如果是瘦肉精的话 大概现在看起来 这个灾损的范围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在等真相厘清 但厘清是要中央跟地方 攜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会是食药署的态度很像 或是你台中市发现的 你才能自己搞清楚 而且你怎么没跟我讲 你就自己先讲了 他不是把时间花在厘清问题 而是先动手对台中市政府 对卢孝燕开骂 而且骂的点非常奇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已经检出了是没错 那你怎么可以那么快公布 那难道我们还要顾及台糖的立场 多验几次 还是说中央也来验几次 然后大家都谈好之后 才能公布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吃了多少下去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公布门分阶段分级分段 这个复合制度是好的 但是资讯透明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每一阶段你本来就都应该去公布结果 地方可以做的 中央也可以做 那食安检测现在看法 就是地方政府在第一线的权责 那台中市府的实验室 发现了这样的结果 他做出这个结果 也都是按照中央颁布的程序去验的 那公布按照你的程序 然后去做这样检验 然后做出了结果 我身为第一线 我公布不就天经地义 那你业者要申请赴业 是他的权利吗 那这个权利绝对不会大于 检验机关在知道结果的时候 公布资讯 让消费者知道的这个权利 所以卫福部也好 民进党政府也好 现在的这些大动作 我觉得是在政治化 台中市政府 为市民做的这些实安把关 我真的才是想问 究竟这个卫福部 究竟民进党政府 你们才是在急什么呢 对的确啊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 当然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炸锅 包括了还有像是这个 徐晓星呢 他也说 大家说台中市政府验了六次 但实际上为了求谨慎 验了22次 验出了瘦肉精不仅是 检验极限值的2到3倍 甚至曾经验出过15倍 到18倍的数值 这才得了 台中市府本来就有主动查验的责任 也留存检体等待台唐公司申请复查 难道卫福部要盖牌吗 台中市府主动发现问题 为什么民进党不问 台中市府为何会发现呢 反而是来检讨台中市府 那林俊县委员就直接回呛徐晓星 他说台中市实安处验了22次 那就怪了 为何中市府要对外说只验了6次 剩下的16次结果呢 有检出的话为什么又不公布呢 零检出的话不公布 那就很值得讨论动机了 感觉起来反正现在完全就一波一波 都是政治 只是我要回过头来 就是本质上来讲 站在人民的立场 台中市府有错吗 那政府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伯基 我先给大家看法令 我觉得我们就好比说 刚刚那个立法院朝委协商 最后要看医师规则 我们先来看法令 这个是食药法食品安全管理法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的第五条 你看各级主管机关医科学实证 要建立食品安全的监测体系 然后如果发现有危害 这个食品安全卫生之余的事件呢 就要主动查验 发布预警或采行必要管制措施 好这个各级主管机关在这个法的规定 中央叫做卫福部 食药署啊等等的 那地方就是地方政府 就是这个各级 他讲的各级就是地方政府也要 也要建立这个监测体系 好注意 第二项他讲的 前项他提到的主动查验 发布预警必要说是包括 抽样查验 追查原料来源产品有限 公布检验结果 及揭露资讯 注意哦 这是法定职责哦 所以台中市政府该不该揭露 当然该啊 这就是食安法授权给台中市政府 订定他所谓的自治办法的这个法源 所以台中市政府有一个自治的 食安的这个条例 就是因为有这个食品安全管理法 好那问题就来了 请问哦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这个议题 我们先不要谈政治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议题 当然他难免变成一个 中央跟地方的矛盾 可是我们去想 我只要设想两件两个不一样的状况 大家去思考一下 第一个 如果今天是高雄市政府验出来 请问中央要这样搞吗 不会 不会这样搞 如果今天是跟民进党一样执政的县市 验出收漏金的时候 你会这样弄吗 绝对不会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今天验出来的那个肉品是 不是台糖 而是一般民间企业的话 他可以这样这样搞吗 可以直接告预状叫行政院 帮他验45个样本吗 可以吗 不可能 所以说穿了两大特权 两大特权 一个叫做因为你是台中市政府 所以我要对付你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 我要帮台糖说话 所以我要帮台糖 另外弄了一个检验结果 可是那个台糖那个检验结果 不是同一批样本 对啊 我就问了你们去弄的那45个样本 你要如何证明那同一只猪 同一批次里面会有多少只猪被窄 我就问 你有办法证明那是同一只吗 或者说整个的过程里面 哪边被污染 哪边被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意的是 台中市政府他们说 他们六次 他做的六次检验的结果 里面还有前测后测 所以总共加起来22次 他说每一次都是有验出来的 好不管今天台中市政府 已经散尽了他的职责 而且从1月15号 第一次验出到最后公布 已经花了16 17天 超过半个月 如果今天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今天台中市政府没有公布 假设1月30号自由时报 发布一则独家说 台中市政府验出有 有害的这个食品 竟然隐匿不公布 对不对 拖半个月了耶 如果今天台中市议员 是这样质询的话 整个风向完全逆转 所以你说这半个月的时间 大家民众会觉得他短吗 会觉得他很急着公布吗 没有啊 你看他重复验了那么多次 而且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 地方政府验到有瘦肉精 要请示中央才可以公布 没有 我们的法律没有 我建议民进党的立委 加这一条 你就说以后地方政府 如果查验到食品安全的事件 必须由中央的食药署实验室 认证才可以公布 你要加这一条啊 没有啊 我们现在法律没有这一条 所以好 我觉得我们就平心而论 科学归科学 因为去年也有科学翻车事件 那个本巴比拖什么 什么刺二蛋瓶 大家还记得胃药的这个事件 所以科学的东西 第一个台中市政府要去说明 你的瘦肉精的检验的 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这个程序 SOP 然后呢 你的设备有没有污染等等 这个都是台中市政府要去说明的 这个检出到底代不代表 全体的肉品有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中央的部分 你凭什么帮台糖验那45个样本 你要拿出法规来啊 今天台糖居然可以告预状 可以越籍申报 理论上赋验就是台中市政府 你怎么可以越籍要求 因为你是国营事业所以国家就要帮你扛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所以现在这样的搞法只会让民众 变成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是蓝营的支持者 我支持台中市政府的说法 我是绿营的支持者 我支持中央政府的说法 对会变这样子 这不对 这是科学这是食安事件 这不是比蓝绿谁大谁小的问题 不管今天谁蓝谁绿 如果今天真的有瘦肉精的问题 都会迟到 都有食安的风险 如果今天没有瘦肉精的问题 那我们就把这个 比如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不管是污染药或怎么样 把它原因厘清就好了 所以建立一套完善的SOP 而我们现在蓝绿之间的政治攻防 把这个事情整个叫挺模糊了 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民众 除了不敢买台糖安心屯之外 没有别的想法 这段时间一定不敢买 可是我们赶快把复验结果出来 可是现在最麻烦是什么 搞到现在这样 现在台中市政府说 因为我复验的最后我所仅存的样本 我一半拿给食药署 食药署又不让我的人员 再去参与检验 那我这边台中市政府 我这边不管自己复验 或者是提供给第三方复验 最后假设一个结果是 中央说这个样本我们验不出来 就是零检出 然后地方台中市政府 拿去第三方说他们检出了 完蛋我要听谁的 就是啊 那不就又是一个罗生门 永远都就变成事迹未解之谜 就一直什么西布特罗之谜 到底是在哪里被 到底是怎么用的 怎么被剪出来的 最后变成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那这个不是人民之福 所以我觉得要把 今天不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都是政府 人民很简单 我只要确认 我吃的东西都是安全安心的 然后我要强调 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容许的瘦肉筋 检出的叫莱克多巴胺 这个西布特罗是零检出 零检出 他没有容许值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是检 比如说是叫做检验 或是说这种所谓的检验的过程 过程里面真的有所污染 真的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台中市政府该就责要就责 如果今天是中央刻意隐匿 该就责的是中央 可是如果我们中央地方合作 把这个事情真相大白 对老百姓才能真正安息 对因为毕竟是实案问题 来看到这个是反来座医师舒伟硕 他就说按照实案法 台中市卫生局一验到国产猪肉 有瘦肉筋应该立即命令厂商下架封存 等待进一步的实案调查 但伟大的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却要记者去问台中市政府 为什么急着公布 为什么不等业者申请赋验之后再公布 显然王毕胜比较适合担任 业者的权益代言人 而不是站在消费者食品安全立场的 卫福部次长 好那你要说实案 当然有网友翻出了 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 在第一时间陈庭飞民养立委 他就直接说台糖告到底 他建议台糖告到底 那有网友说好 但是2012年的3月7号 那邦时有新闻 陈庭飞潘梦安陈欧破 开了记者会 抨击当时的马政府 主要是陈庭飞主张 瘦肉精只有零减出 没有10PPB 好那民进党的政策 之后就整个转弯了 好因为当时 也是你们喊说要零减出的 结果现在怎么讲呢 同一个陈庭飞出来开记者会 那这一次台中市府验出 20PPB 但是陈庭飞就开始出来说 验出有瘦肉精的地方政府 台中市政府 要提告他们 所以网友说这会不会太扯了一点啊 这个摆明了连这种事情都可以跟你双标到底 林涛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的瘦肉精的减出啦 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只管政治没有管食安 我说真的因为这几天啊 我们都开始在准备过年的食材了 所有的家庭 所有家里有小孩的 全部都关心的就是食品的安全嘛 因为过年就是要吃 对过年就是要吃 然后一路从这个除去吃到除二除三 那这过程中 如果这些民进党的官员 开口闭口全部都是政治 没有食安 那民众怎么会放心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几天 所有的民意代表 所有的这些很担心 很关心这个检测的标准 出来的状况 就是要追查到底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啊 这个卢萱恩市长 他的确是承受很多中央给的压力 可是他挺住了 为什么挺住 因为所有人都要吃这样子的一个猪肉嘛 而且说真的啦 因为我自己这个过年要回云林 我们知道就是猪在检验的过程中 大家有分很多的层次 很多不同的检验种类 比如说云林 他几乎是每一个猪全部都是 来做这个检验的 每一个猪 所以云林快乐猪 你可以吃得非常开心 那现在还有一些猪肉的种类 叫做胡萝卜猪 吃的薄片 然后算完就可以起来 就是说大家很关心 现在吃的食材 可是现在的政府从鸡蛋 过去的鸡蛋 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猪肉 连最基本的民众吃的猪肉 都没有保护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能相信这个政府能做什么 那对于赖金人来讲 他当然觉得就是蔡英文的事情嘛 我520才要上任 你看全部都蔡英文的人 所以你也看到 在整个的猪肉的过程中 蔡英文咧 赖金人咧 怎么都不见人影 我们选出你新的政权 难道你在520之后 你才是总统吗 你现在即将要接任 难道这些猪肉 你可不可以下令 或是去劝说 或对外公开讲说 你们这些管实案的官员 不要再胡扯了 就是遵照捷衍的标准 他有办法讲出来吗 到目前完全没有讲出来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卢秀燕 当然我跟讲 民进党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你未来是不是有什么政治的想象 不然你为什么现在攻击中央 对不对 你为什么现在要把这议题拿出来 我真的说真的 如果台中市政府真的要攻击你 真的要拿任何诸斯马斯攻击你 他拿莱克多巴胭干嘛 他干嘛拿西布特罗 西布特罗是一个超级稀有的嘛 那怎么会有西布特罗出来 就是一个最大的罗生门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 距离现在大概礼拜四 礼拜四我们家自己也会再去采买一次 我真的很希望这些猪肉的争议赶快厘清 我说真的啦 以前猪肉台湾是出口大国 全球第二名的猪肉出口大国 可是后来有口提议嘛 我们想说台湾的猪肉 什么时候再可以重新站回国际的舞台 所以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solo 那我真的很开心 就不要有什么这个莱猪进口 跟这个本土猪混在一起 或是本土猪出现问题 我们真的是站在一个非常开心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林涛就是吃的安心 尤其像之前呢 还有这个日本的进口草莓 好多次在边境 还有这个市售鸡茶被验到含有这个禁用农药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因为日本要求 十要数二月份已经放宽了五款农药残留的容许量的标准 所以佩君感觉起来 哎呦不这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就放宽标准了呀 其实在过去我们谈到食安问题 最遗憾就是它明明是一个民生问题 可是就民生问题应该要科学 科学问题去科学解决 但民生问题应该要科学理性对待 但是就会被政治手段抹成一团 看不清真相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像刚刚大家讲的 现在对寿洁这件事情 似乎已经变成支持执政长的人相信没有 或者是这个检验有报告 污染是售污等等 那不相信的人可能接下来就自己 这个扩大自我审查 干脆猪类都不要吃 这是我们最不乐见的 因为每次都会因为这个执政党 或一些作为让人民没有信心 然后伤害到其他的这个业者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那猪肉这题过去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 先姑且不论说民营党最爱用 就是时工配景不同之数 不管是这个现在谈的猪肉也好 或早先的这个鸡蛋进口问题也好 卫福部农业部 其实就是混淆市厅 用最低的标准来检视自己 过去我们在谈猪肉 或者是其他这个进口品的时候 会有谈几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说 没有有没有瘦肉精 会不会或者是 有没有难以控制的这个添加物 影响国人健康 这是第一层问题 而且是最基本的 那第二层就是 当然民营党就会告诉你说 那我们会掌握到 有没有伤害到国内的其他产业啦 或运作跟生存 那如果有影响的话 真的不信有影响 那我是不是交换到 其他产业的出口开放 让台湾的经贸 有更有利的位置 第三个也是民众最要求 就是希望你最起码做到诚实 不要试嘛 那让消费者知道 自己吃到什么 买到什么 不管是本土的产品 或进口产品也好 那先前这个民营党 在面对猪肉的争议的时候 他就讲说 这个美猪市占率 这个很少啦 本土猪占大宗 好了那现在出问题的是台糖 你要怎么去自圆其说 过去好像讲说 不进口 或者是很少人吃 不会发生问题 那现在本土 大家最相信的 而且是国营事业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不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 不站在替国营事业 赶快地清楚 问题在哪里的这个心态 你反而是赶快拉一条线 这个线跟这些问题 跟我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相关 解决找出问题来的人 我觉得大家这个过年 大概看到这些猪肉美食 猪肉粘夜饭 心里总是会有点怪怪的感受吧 快过年了嘛 大家现在都爱送春联 春联居然引战 这个是桃园市政府 张善政发的 龙来讨喜 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气啊 可是于北辰呢 他就直接po文说 听里长说这张被退货 老人家不喜欢台语 因为谐音 他说这张春联 我们服务处没有 别来要 那龙来讨喜 龙来讨喜 他们说偷戏 就是讨死是不是 我不知道 就是现在是要怎么样 讨喜变讨死啊 那只要那喜这个字是怎么样 有喜都不行是不是 我们来问一下 现在这个春联的本联在现场 是不是 本联在现场 现在我说真的 他们不讲还好 他讲了之后我们爆红 我们办公室马上发光 抢勾一空 今天早上我还拿了20张 去张善政市长的办公室里面 请大家亲笔签名 这限量版的 就是昨天在我的脸书的粉专 我们也有开一个活动 前十个留言 我们就签下这个名 所以现在这个不讲还好 这些泛绿的名义代表 一讲就抢了 对乱讲 结果害我们爆红 对不对 害我们办公室现在爆红 他办公室拿不到 来我们办公室拿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荒谬 就是这个主持人 我们常常讲说 你今天穿着很讨喜 我这是正面的吧 怎么会跟讨死连在一起 然后以后好 这个跟你讲 这番绿的名代 他不能讲讨喜 因为他讲讨喜 他是在骂人 他讲负面的 就是匪夷所思嘛 那我今天 他们在讲说 喜这个问题 那请问你过年 遇到人的第一句话 不是恭喜恭喜吗 那恭喜恭喜 难道你又要有谐音的吗 难道这不是一个 正面的意义吗 所以我说真的 这个龙来讨喜 哇看得越来越喜欢 欢迎大家到这个市政府 跟相关的里长办公室来领 我的办公室也有 欢迎大家来领 那第二个部分 他们真的是双标 因为他们就是针对 讨喜这两个字嘛 那结果被我们抓到 在2016年的时候 郑文燦 郑文燦 他的春年叫做 讨喜满园 他还放头讨喜 如果像这个 这些名代讲的讨喜 两个人两个字是有负面的含义 他还放头 而且他还跟谁发 蔡英文 所以我说真的 为什么桃园这次立委会 全军覆没民进党 就是这名代 这名代都反复选 每次都一直在凑郑文燦 郑文燦推出来春年讨喜 对你看 你们这名民进党的侧义 民进党的 这些民意代表 泛律的民意代表 在骂你 郑文燦他们在骂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期间 他们为什么会在所有的选举 在桃园全部失败 就是因为郑文燦这些 燦系的民意代表 他根本抓不住 桃园市民的心 每次都拿出来乱凑 我跟你讲 春年凑 这个某一个燦系的 就是南桃园的民意代表 两周前就已经放出来了 就放出来 为什么没有吵起来 就大家觉得这很喜气 还有什么好吵的 结果我发现 他可能是有发现 郑文燦2016有嘛 结果却被一个 这个某将军好不好 再报一次 然后所有大家民进党 就下面串流串流 把他吵起来 而且他们不只对春年 他们也对桃园的灯会有意见 你基本上就对于所有 我们做得好好的施政 你都有意见 如果民进党的检验标准 是这一种双标 是这一种完全没事找事做 我跟你讲 会被桃园市民唾弃 因为这个我看到黄敬平 这个桃园市议员也在讲 他说桃园是客家大事 龙来讨喜 不管台语客语 都不是于北城 想待风向的念法 可能是于是眷村的城外省籍 不安台客语才会误解 否则如果按照于的逻辑 台南市今年的春联 发音不是更滑稽 龙喜历来 龙喜历来 那都没有了 大家应该也就是 你知道 也就是要有那种 吉祥的好兆头 好不管了 那黄敬平说 春联就是吉祥品 心存善念看待 就会有好彩头 而非大过年的 却想讨个不吉利 于一的说法 就像苏氏与佛印一样 明明是六根 亲近我佛慈悲 有人却是说是一坨牛屎 只是为了政治化而凸显 其有诗文化以及格调 所以波基側翼又翻车 还是说你觉得 在这事情上做文章太无聊了 我觉得黄穹会尤其该打 因为郑文燦就用过讨喜了 而且一模一样 就是用桃园的桃 而且旁边还有现任总统 是啊 这个好尴尬 而且那一天 那个2016年 那时候我也在 你也在 那时候是民进党中常会 他就特地拿了 还带了这个两个吉祥物区 这边这边 那时候是在民进党中央 我们就在旁边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 现在民进党就是为了 为了要打而打 那这种当然博生量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会不会真的 让网友觉得你很讨喜 那真的是就大可不必 但是讲到春联 我其实我对这个 这个特别有感 哎呦 这个 这个是前几天 柯文哲他写了一封叫 抗龙有悔 那当然这个吴子家吴董有批评 说抗龙有悔 这个不是一个好成语 但是因为很简单嘛 那个柯文哲他只是把 降龙十八斩的前市长 全部招式名称都把它写出来而已 但是我认为他写抗龙有悔 特别适合民众党 一定要把它 这张一定要把它挂在民众党门口 因为民众党最会后悔 就是签了六点就有悔 然后呢这个跟民进党谈判到一半就后悔 你看所以抗龙有悔很适合民进党 那我认为他那天其实真正想起来是加龙有悔 是林加龙的龙 所以今年是龙年啦 当然我觉得喜气 这种吉祥话不用鬼扯淡 就是你就你这种东西 民众愿意拿就好了 那你说像余北辰将军老实说啦 我觉得那你也可以写一个这个春联啊 这个三乘七十 等于两百一 好烦耶 这个也很好 算数一百分好不好 那一样让大家吉祥如意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讨 这个也不用讨骂哀 但是这个很简单就只是博身量而已 没有意义 因为如果今天比如说 真的是不好的字 比如说那个以前讨论 春联讨论最多的是哪一张 自自然染啊 对啊 好诡异的 连根本没有的字 都可以自己发挥出来的 这种东西 你们都不去检讨 还去帮人家凹 说哎呀 哎呀当初 那个作家 就是写自自然染的啦 我只能说这个民进党 中文不好没关系啦 但是不要硬凹 那像这种 其实大家就是吵个谐音梗 因为像比如说 像我现在看到 什么什么什么 龙年什么来吉 我就会想成来告 这个我就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嘛 对不对 那像我也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是这个 韩国瑜先生 他的这个春联今天也出来了 我来我秀给大家看 是这个叫做 等我一下 因为我要看一下这个 刚刚脸书上面的这个图片 好我补充一句 就是民进党这些民意代表讲说 他们不喜欢讨喜嘛 讨喜他们觉得是负面 这些民进党民意代表真不讨喜 好来 我们韩院长的版本今天才出炉 叫龙药极庆 你看我看到药极 我又心里面又要来告了 你很敏感 你自己比较敏感 对对对对 好那总之呢 这个立法院我昨天 其实我昨天当面我有问他说 你有沒有要做春联 他说他说会 他说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很赶 所以他刚一上任马上要做嘛 所以他那个分数比较少 就是春节前赶快要发出去 所以今天一到马上要寄发啦 什么大概只有几千份 所以这次要索取的 年前要拿到的不容易 这个各位韩国瑜的支持者 要抢的话要赶快 好那立法院说 佩君不知道在春联 有没有要补充 但除了春联之外 因为我觉得在年前发生 这个真的是遗憾啦 因为你从这个 陈怡的记者会过来嘛 等一会呢 就也听你讲这个部分 对 这个春联的事情 我觉得很简单 马上想到这个佛应 跟苏东坡的故事 佛应看苏东坡 因为他心中是佛 所以他看到的是佛 苏东坡以为嘴巴讨得便宜 所以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牛大便 但是其实他妹妹就告诉他 不那是因为你心里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就是什么 我觉得这春联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 那陈怡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今天去开启 也会是很遗憾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 是一个歪风啦 我想要强调 错就是错 不是经过价值的筛选之后 才分对错 暴力就是错的事情 所以没有说什么立场的人 哦他应该被揍 那这种仇恨言论 是我觉得现在最应该 不能被容忍的 那当然会有一些 这个有心之人心存侥幸 比如说今天那些人 落网之后就说 哦他是认错人 刑法上这叫等价课题错误 就算你把A认成B 但你打他了 刑法上都叫做 这个故意伤害 那我只是觉得 现在这个世道 当乱象变成流量密码的时候 各位观众 或者是其他消费者 都应该要警醒 不管是网红 或者他们的追随者 订阅者 以此作乱 作为流量密码 乐此不彼哦 那是把各位当成韭菜哥 当成他们这个 赚钱盈利的工具 此风不可讲 那我还是要讲 错就是错 不是说经过了价值的筛选 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人 那个才叫对 那其他的都叫错 没有任何一种伤害或暴力 应该要被容忍 所以他的部分的话 他是真的是怎么样 他真的是 比如说得罪人 他说他出门没有多久 对方上前来 叫了他的名字 然后假装跟他合照 结果就顺势拿着 要自拍的那支手机 直接往他头上敲下去 就当街开始打他 然后他心里 很心寒的几个部分 就第一 当街大白天光天化日 五点多下午被攻击 第二是其实在场 现场的很遗憾 很多路人视若无睹 都不敢插手 后来反而出来 救他两个是外籍的朋友 两个外国人出手 帮他挡下这个人 而且对方非常嚣张 就是当消防局报案 当旁边的消防局报案 警察来到现场 他也是不断做事 要扑上去 画面都有 因为陈怡后来 自己冷静下来有拍到 一直扑上去还要攻击 然后漏网之后就说 没有我认错人 所以让他觉得受气受辱 然后现在希望逃回公道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他说他骂过人 他觉得都有嫌疑 所以跟这个东西有关吗 跟这个部分 这是他的推测啦 那当然他觉得说 这个幕后一定还有支持者 不是像表面上 看起来这么简单的 那他今天在现场问了一句 我觉得他讲这个 也很有道理 就是其他人会酸他说 谁叫凌天道人言语暴力别人 所以你活该遭受肢体暴力 这个这句话是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 自己要去警醒 真的是这样吗 什么时候世道变成 暴力还可以分种类 只要我看得爽的暴力 就是OK的 不行的才叫做应该依法 他如果言语上有越界 那自然有司法会去收拾他 他应该可以被告 或者付出相对的代价 但是不是靠到 这种私刑正义 我其实烦恼的是 如果这些乱上继续的话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也不需要法院 也不需要递检了 我们就一切靠拳头 在街上解决事情 所以现在是有感觉到 这一股歪风出来了 是不是 坦白说我觉得 如果当他被错误的解读成 流量密码的时候 这样的事件只会层出不穷 因为这些所谓的网红或KOL 他们当然在网路上或舆论上 不一定都是支持他们 正反两方的利润都会有 那如果不跟你同一方 你就觉得他遭受的一切 都是刚好而已 这个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我们的价值观变成这样 那如果真是如此 以后大概也不需要检掉机关了 林涛 对 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大家对于这样子的 治安的状况 其实我刚才看到 这个他们的记者会觉得很心痛 就是说 大家会怕 会怕啊 晚上出去走路会怕 说真的 有时候我们检验 这个议案检验这么多 然后出去 如果治安像这样子的话 所以他刚才是跟 所有的媒体朋友说 不要照到我妈妈 他担心他妈妈的脸 被这些歹徒认出来 也会被锁定 但是他妈妈还以前 还当过议员 对 所以你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难看的事情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超红菜 平凡的花